面对全球气候变迁,极端降雨发生几率升高,台南市长黄伟哲积极推动超前部署防灾整备,引领台南迈向任性城市。 经13日前往事查今年3月启用的雪甲区阳筹措置轰池应急改善工程,检视抽水站防汛准备落实状况,10亿元谢舒凡与蔡秋兰也到场参与关心,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学家药丁厨的这个抽水站,我们看到这个抽水站其实在现代的这个水利环境来说,我们开始需要这个抽水站的帮忙,因为如果说这个荷水水位高涨的时候,水门就要关起,水门关起来,水就没办法摆水,我们增车里面的水都摆不出来了,摆不出来了就要靠中秋的,现在过去药丁厨厨, 抽水站在山庆里面,以前一秒钟,这个抽水站可以抽三公吨三公吨的水 现在我们因为过去100.07年的时候,0823的水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最最有饮到 所以我们现在加工这个抽水的力量,一秒钟抽到5.2公吨 这个旁边的资洪池本来是2万6千斤,可以抵2万6千斤的水 现在我们也增加一半的空间,所以可以抵超过3万9千斤的水 未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资洪池用较好的,可以把这个奶水 可以流入资洪池,资洪池就再抽到这个新餐料白水 这样一气呵成才可以让我们的水可以排下较快的 在地面会增车较没喝到 这当然这里有保护差不多 我们将近周边的面子超过2千人 我们也希望说,以照着这个白水,抽水站的设施,加上 我们学家其他的白水的设施,可以让我们大学家地区 出去以后,较没饮水,对较生的生命质 会发挥更大的保护工业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长邱中春表示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阳洲抽水站 那在101年的时候,已经有盖一个阳洲抽水站 是在101年完成了 101年的抽水站,它的抽水容量只有3CMS 就是每一秒有3吨 它的前池,就是它的细红池 是2.6万吨 因为在经过107年0823的时候 发现这个抽水站有不足了 市长上任以后就决定 我们来争取经货,来增加这个抽水站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位置是新增的一个抽水站 这个抽水站总共可以容纳 增加细红量1.3万吨 它抽水机容量总共有6部 可以增加到3CMS 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会达到6CMS 目前我们有看到有6部的一个移动式抽水机 这个抽水容量 我刚刚报告过最大的容量是3CMS 目前我们是以2.2CMS来计算 也就是说整个在101年 这个抽水站完成以后 发现有不足的容量 我们在今年把它完成了 可以增加到蓄水池有3.9万吨 抽水机容量可以最大达到6CMS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工程的一个重要点在这里 可以保护面积 有将近整个一个新浪社区 还有整个容红措一个集水区 那整个效益是非常大的 水利局说明 在气候变迁挑战之下 黄市长与市府团队致力于推动台南迈向任性城市 并秉持着多一分准备便少一分灾害之里面 积极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前站基础建设计划核定办理 雪甲取羊筹挫制红尺应急改善工程 全案业已于近113年3月完成正式启用 总计投入经费为1630万元 以促使抽水量能值增加及蓄红量两项效能的提升 并集由活化羊筹挫抽水站预留空间 增设应急抽水井1100M3调压井及出流相寒 完工后至多可搭配置6组移动式抽水机静筑 最大排红量达每秒3吨容量 目前已安装每秒2.2吨容量 另一透过降低持续单水位 可额外再提供1.3万吨预留续红 以因应未来极端降雨事件变化 预期能将顶舟、红茄定、新芳等聚落 淹水风险降至最低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预期能